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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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京兰 李宗盛 李宗盛 出来了 张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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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有 可以见到 她要是把我认出来了 还不早找上门了 她还能饶了我 有道理 这不是吹的 我只要一跑起来 能追上我的人 还没出声呢 你确定吗 确定 赶紧上班去吧 啊 别散我眼睛晃悠 我再睡会儿 还想套我的话 我懂 没门 他想套我 你机缝 你 你 那负责 金生 你不是灰机下凡吗 你咋知道她发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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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生 你咋知道她发现我了 雕头回去 雕头回去 某柳太太 大姐 您跟我详细说说陈国春的事 有完没完啊你 二班都不上了 专门坐着看我笑话 您跟陈国春的事实非非我不关心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 苏文要跟陈国春谈一桩性别有关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您掺和言 exceeds 亦有了 亦有 order 两个bag 您檀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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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打人 在这儿打 笑话吧你们 你们这不让人看我笑话吗 到底怎么回事 都不吭声是吧 这老虎不发威 你们把我当成病猫是不是 行 今儿我让你们知道 知道我的厉害啊 让你们知道 马王爷有三只眼 我好好修理修理你们 让你们知道地球是圆的 来 来 来 配合一下 咱们在那儿有人看着 行 我帮帮你 谁让你这么配合 别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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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到底怎么回事 想听吗 想听啊 说说说 谁先说 我先说啊 自从上次啊 我在街上 看见陈国春欺负咱们卓雅 我就记在心里 恨在心里 闲言少叙 输鬼正传 大姐觉得陈国春不是好人 劝你不要跟陈国春打连连 可是 劝说无效啊 于是 敖美女侠 就深入呼血 惩罚陈国春 请教完风水先生之后 他刚要往陈国春门上贴符咒 可是 谁料到啊 谁料到 谁料到啊 谁料到那屋里出了俩人 把我给吓的呀 我这躲在那个墙后边 这可不得了啊 在女侠往陈国春门上贴上符咒之后 闲庭信步 悠然离去 什么玩意儿 他说我啥 他说啊 你那轻功的身手 最好 好 接着说 女侠的脚步声啊 还是惊动了陈国春 于是陈国春提枪 向手无寸铁的女侠追去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 刹那之间 女侠展现了非凡的功力 一路狂奔哪 将陈国春甩在了千里之外 于是陈国春又羞又恼 掏出枪 啪啪啪连法竖枪 可是此时呢 女侠已经回到家中 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什么狼样 他还敢跟你开枪啊 我收拾他 诶 等会儿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别打岔 听金医生接着夸我 我这 听得兴头上 接着夸 接着夸 回来之后呢 在我的追问之下 女侠将前因后果跟我讲了一遍 可是 她漏掉了最关键的一段 于是在我的反复追问之下 女侠终于想了起来 原来 大姐女侠往陈国春的门上 贴符咒的时候 正好赶上陈国春和一位老者 推门而出 女侠赶忙躲在了墙后 后来她亲眼看见 那位老者和陈国春 正用日语交谈着 于是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哪懂得那些鸟语啊 但我记性好啊 金医生呢 让我学给她听 我就给学了 这一学可不得了啊 大姐女侠太厉害了 学得简直是唯妙唯孝啊 甚至还有北海盗口音 说起这北海盗啊 我就问金医生啊 我说金医生啊 这北海盗在哪儿啊 离她拉有多远呢 金医生说 这北海盗啊 根本不在南中国 归连小日本管 这一听可把我气坏了 怪不得那陈国春 我一直看到就 气不打一处来 闹了半天 她是个小日本 金医生跟我说 今天啊 你要跟她谈一笔 过命的买卖 这把我给急的呀 对呀 我也急呀 可是一时也想不出 什么好办法 还是女侠阻止多谋 女侠呀女侠 您接着说 我突然想起啊 金医生上次 对付读总墓的办法 他不是给了我一拳吗 我就学了 照着金医生脸上 我就是一拳 对不起啊金医生 咱们俩扯平了 那都不是事 于是我呀 就心领神会 我们俩呢就接着掐 从楼里打到楼外 再打到车上 一直打打打打打 打到楼玉峰泰布店 当家的 我们两个去的时候 还感叹吧 感叹 太感叹了 我跟你们说 今天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真是出大事了 二位女侠 你们继续品尝 我做饭去 别别别别 刚才是谁吹胡子瞪眼 说马王爷有三只眼来着 还牛轰轰地跟我们说那什么球 地 地球 是圆的 那不都给装流程演戏呢 你怎么坐沙发上了 跪搓一板 大姐 让她跪搓一板 起来 跪下 还得跪啊 成了 就冲二位女侠今天这出戏演的 甭说跪搓一板了 钉板我都跪 来 跪下了 行啊 好好跪着 做饭去 走 跪着吧 真让我跪啊你们 是 既然知道程度中是日本人 下一步该怎么办 赶快安排一下 我今天要和商机见面 嗯 你为什么中断和陈国春都会面 陈国春确信日本人 什么 他出生在日本北海道 那怎么办 我有个计划 什么计划 陈队长 苏老板约您下午两点 在对面茶馆见面 知道了 陈队长 来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今天可让你跟店里白等我了 没关系没关系 您是大方人 苏老板突然约我到这儿来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指示啊 有个朋友啊 觉着中村的威胁太大了 他想让他消停消停 您的意思是 明白了 那位朋友说了 只要你跟黑衣队把这件事办了 就吸收你们加入核心组织 共谋拉尔打击 具体又该怎么做 今天晚上十一点 他们会把中村引到陈家祖坟 你带领黑衣队MF在哪 趁机干掉中村 陈队长 有什么问题呢 你让我想想 那位朋友可说了 能不能进入核心组织 可只有这一次机会 好 我会珍惜这次机会的 机会难得啊 告辞 你怎么又突然之间信任我了 今天晚上十一点 陈家祖坟 等你办完了这件事 我告诉你为什么 那 好吧 你放心 我记住了 好 什么 陈国春是黑衣队的队长啊 是的 陈家 暑假和警察军亲耳听到 苏文和陈国春密谈 不会有错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把黑衣队和共匪首领一网大尽 知道了下去吧 金管长 这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行 警察署陈国春队长 有事求见 让他立刻进来 报告金管长 天大的喜讯 苏文的上级 今晚要见我 及黑衣队成员 是个陷阱 难道 我的身份被苏文识破了 如果识破了 你早就死了 还能活到现在吗 明白了 他让警上把消息带给您 就是想实际上的 试探您的态度 没错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装聋作哑 就证明了 苏文的猜疑是正确的 反之 就会获取苏文的信任 为了获取苏文的信任 我们需要有重大的牺牲 请机关长明示 这个中村军 一直在妨碍你的公图 就把它献给苏文吧 机关长 中村军乃帝国动量之才 请您三思 能为帝国捐躯也是一种荣幸 如果匪徒拒捕 隔杀无论 是 出发 慢 是 机关长 有什么指示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 东京来了一位政要 让咱们原地待命 保证他安全 那今晚的行动怎么办 取消吧 不能取消 机关长 请您跟腾野军教授 调集宪兵队 铲除共匪 可是腾野军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我绝对不会放弃 再给机会 别难吗 别难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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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太军 请 有什么吩咐太军 庄先生 我要像你借一样东西 借一样东西 好啊 小德愿意为太军效劳 真是三生有幸啊 借什么东西 借人 借人 借我 好啊 小德愿意为太军赴汤蹈火 庄先生 把你的家庭 护院 统统借给我 太军 你没搞错吧 小德只是苏文家的一个管家 跟仆人 哪有护院跟家庭啊 你没搞错吧 张若成 你仰仗帝国的势力 私下你横征爆裂 贩卖军火 刺舍公堂 我已经把你查得定朝天了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既然太军全知道了 那小德愿意把家奴公护院 让太军使用 赶快去你家接任 好 夏孟公 арification 哥姐 挺好啊 中村一外露面 立刻击毙 陈队长 中村可是机关长的洪颌啊 少废话 让你打你就打 出来这儿我担着 陈国春 听着 你是瓮中之辩 先你立刻投降 附云顽抗 各杀勿乱 当警察下诈 给我打 陈队长 您不是说 就冲村一个人吗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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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停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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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别打了 撑直撑进 你 别打了 掉 背了 排 扯 凌 保佑 函 凌 jobs 陈 陈队长 我们投降吧 我还不想死啊 娘的 中村这个猪头 你们记得听好了 我是松原将军的特使 今天是奉机关场之命来击毙中村的 今天你们打也是死 不打也是死 但如果你们掩护我出去 你们的家人还有活的希望 别了 你掩护我出去 陈队长 您要活着 要照顾好我们的家人啊 放心吧 停了 停了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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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虎子也是 我今天打死你 也算是高威虎子的在天之灵 来吧 开枪吧 我十二岁来到中国 要不是你收养我 我活不到现在 今天能死在你的墙下 我心甘情愿 开枪吧 开枪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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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走 他已经知道我的这是什么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干掉 陈锋村 陈锋村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赶紧投降吧 周春军 不要开枪 我有重要情报要跟你汇报 死到云到 死到云到 有什么好说的 有什么好说的 这边的故事太别讲了 陈锋村 台总 当家的 你怎么才回来了 好 今日哥 店里有点事 你怎么跟店等着呢 等你吃饭呢 快上去吧 好好好 金医生 吃饭了 来了 借了中村 把陈锋村给出了 太棒了 来来来来 你们俩又背着我嘀咕什么呢 没 没嘀咕什么 我们再说今儿店里挣钱的事 少跟我炫耀了 你挣多少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住的这个地方 在家里边不吃不喝啊 那我就搬出去呗 那你要是搬出去了 那还真跟你没关系 你以为我想住在你们这个家呀 要是左走目一声令下 我立刻二话不说 哼着小雪儿我就搬回医院去住了 免得看你脸色 赶紧哼赶紧哼 你们俩有完没完 菜都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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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是你哪儿找了的 这些都是庄先生的人 他们应用作战 对帝国忠心恒恒 请您加战他们 把他们都喂起来 把他们都喂起来 他们都是有功对他 他们是为女儿孙 把他们究竟将发 警官长 暑假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知道陈国春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他是帝国的子女 是松原将军派的特使 在执行绝美任务 齐广长 这件事情 属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属下有个疑问 苏文 是怎么知道特使身份的 说这些有用吗 我本来要利用陈国春的双重身份 来迷惑苏文 肯定把这一切都毁了 苏家该送 不是变得再完美 也终究是个故事 我们让苏文看到了破绽 这一切又变得困难了 季管长 事已至此 您不要太过自责 并非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当然是 我们一起打算 我们抽一条路 走 中村科长 快去坐 不用客气 中村科长有何贵干 国副署长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假 陈国春 幕副官等四人 已被我们击毙 什么 为什么 他们犯了什么死罪 陈国春等 就是黑衣队成员 不可能 这个 是从陈国春身上 搜出来的 你 罗夫署长 他们 可都是你的部下 你做何件事 但是 我真的有没有 罗夫署长 你对我 我都把你带来 这一步 你打算怎么处理 子不教扶植过 都是我的错 可是不管国春是什么样的人 他还是我儿子 我替他收拾 郭春入断了 你作为父亲我很理解 好好回家休养 然后继续工作 集馆长 我用人不恕 单辞其咎 我请求辞去警察署副署长之职 为什么 我用人不恕 伤心 更含心 此话怎讲 陈国春是我一手拉扯大的 我们的父子关系人人皆知 虎子失踪到现在至今没有阴性 我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原指望 也让国春给我养老送终 可没想到 他干出这种事 可是我出事 我也有用人视察之错 集馆长 我的心情跟您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 国春我一手把他拉扯大 跟他有着很深的感情 可他怎么会加入黑衣队呢 这个我接受不了 我至今都不明白 你的心情我理解 振作起来 继续领导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跟陈国春的关系 我继续待在这个位置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 我充分信任你 辞职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金管长 我不是心血来草 我真的已经是心力交瘁啊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回家一养天年 现在正是用人之急 我没法批准你的请求 金管长 我是认真的 请您批准我的请求 请您批准我的请求 你的说法啊 张爷 这 太君 你看这人 是您把他们带出去的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您看这 他们都算勇志 谢谢太君 谢谢太君 谢谢太君了 不要哭了 你们大家伙都听到了没有 太君说了 他们都算勇士 我庄刘成一定厚葬他们 还要发丧子费 这样把勇士们都抬走了 快点 快快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抬走 这儿就咱们两个人 把心里话说说吧 把心里话说说吧 那河水 轻轻地丢下 永安方 月暖花开 渡路这方向 心里有泪 只是我一跌江山 这是我一跌江山 往远上传来 遇见前山 无垒的沈梁 雨流长 心中有些情感 如今你一生在喝 我何不想要 你一生心上 不许现实 我愿为你证明 不许多一切 愿美将将流水长 不许多一切 从此不在天的夜空 不许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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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